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芊儿 真的是你 芊儿 太热了 芊儿 芊儿 真的是你 芈月 芈月 世子 你受伤了 没有 我没受伤 芊月 我没事 我好担心你 为丑服 没有 把你怎么样吧 我没事 倒是你们 怎么还没有回忆驱国呢 我一路上看到芊儿留下的暗号 本来还心存疑惑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你们 都是为丑服害的 她明着 说放了我和世子 世纪上早就派手下半路截杀我们 就连护送我们的军队 也被他们全力追杀 我和世子逃了出来 世子的伤 就是她害的 魏丑服怎么出尔反尔 她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我 你无论 也有 我 你 负责 我 我 你 你 或许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是你和世子吗 你说什么呢 芈月 我 我和世子告发魏丑夫 这是谁造的谣 我手上的令牌是假的 怎么可能告发它 一定是魏丑夫平日树敌太多 遭人陷害了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做这种事的 一定是那个魏丑夫骗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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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了我 帮我送了我 走 驾 行刑 驾 行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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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大人 君上有令 快跪 魏丑夫老虎功高 虽屡犯重罪 但罪不至死 先发配之矿山 为奴为利 诺 大人 大人 属下来晚了 是魏夫人救了您一命 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都是属下应该做的 只可惜 大人您还要再受一段时间的委屈 不过魏夫人 已经让小的极力捉拿义驱世子 一旦抓获 就可以让大人洗脱罪名 大人不必担心 我已经查明 义驱世子并未逃回义驱国 还被困在我国 而且他身受重伤 我想 他一定会去药部拿药 到时候小的再去埋伏 一定能够将其抓获 还大人清白 这对狗男女 最好能让我再见到他们 是你 孙独卫 你为何跟踪我 是 当日魏丑夫 答应放义驱世子和清儿回国 结果还是出尔反尔 想知世子于死地 还诬陷是清儿还他入狱的 所人怎能阴险之词 当日之事 我并不知情 现在是魏夫人 让我捉拿义驱世子 还大人清白 只是 我料到义驱世子身负重伤 会能拿药 可没想到 来的人竟然是你 谁也不能伤害世子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世子 应该好些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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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万一不被发现就来不及了 可是 世子的伤 不要担心我 我们马上出发 现在就走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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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伤 路上这么颠簸 怎么走啊 不行 我们得马上走 必须马上走 我不想拖累你们 现在就走 现在走 谁呢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平安回到义渠的 相信我 世子 前面就是一曲军驻扎的地方 再坚持一下 不用担心啊 芈月 我没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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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芈月 芈月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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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惜手承诺 为什么要跟隐婿世子在一起 驾 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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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芈月 我恨你 有些错过会让人遗憾 有些错过会让人愤怒 错误的时间错过了错误的人 未尝不是一种福分 可惜有些人 却偏偏不明白这个道理 奇怪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我 光山野岭的 哪儿来的人呢 不好了 锦儿 快 清兵追过来了 驾 世子把衣服给我 什么 你说什么 快呀 这样下去我们三个谁都跑不了 我知道 芈月 孙都尉想要的只是世子 我下去把孙都尉引开 锦儿 你带世子回义渠 不行 我不能抛下你一个人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面临危险 世子听我的 快点把衣服给我 不行 芈月 我们可以逃掉的 是啊 芈月 我们可以逃掉的 你别冒险 快点啊 把衣服给我 不行 芈月 不行 芈月 我们可以逃掉的 你别冒险 驾 没有其他办法了 快点啊 不行 芈月 把衣服给我 不行 芈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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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 芈月 芈月 你别走 你必要和世子好好的活下去 你别离开我 芈月 芈月 我走了 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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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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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ер 芈月 世子 你终于醒了 幸好老将军派人来接我们 世子 世子请安 我们已经回一局了 芈月怎么不见了 芈月呢 世子 芈月怎么不见了 世子你听我说 我要去找芈月 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能把芈月给你找回来 你先躺下休息 真的吗 真的 老将军 你说没错吧 芈月 芈月一定不能有事 你放心 芈月不会有事的 你先休息一会儿 来 站住 看样子 芈月真的在这儿 终于找对了 你找谁啊 我是芈月小姐的好姐妹 麻烦你 能不能带我去见她 我给你带路 请 老夫人 这位是 这位小姐是来找芈月姑娘的 姑娘 你是来找芈月的 老夫人好 我叫清儿 我是芈月的好姐妹 我这次来 是接芈月回家的 我听说 芈月在郭福是不是 带芈月回家啊 哎呀 你呀 来晚了 芈月已经走了 好像有什么事情很着急 留也留不住 您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 她没说呀 来追我呀 别跑 来呀 看来我是太想芈月了 居然看到个人影 就觉得是芈月 哦 老夫人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您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啊 尽管跟我说 行 谢老夫人 宋姑娘 这边请 请 老夫人 这位清儿姑娘 是来找芈月姑娘的 万一让她找到 可怎么办呢 所以我才骗她 说芈月姑娘走了呀 你看 先是来了个未丑夫 现在又来了个清儿姑娘 当我清儿这么好骗你 芈月一定还在这里 来 好困哪 好困哪 刚才今晚也没什么事情了 要不找个地方歇会儿 我看也是 谁敢来郭府闹事 嗯 就是 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会儿啊 咱俩去老地方带着去 去吧 来 快去快回啊 知道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天 这 什么人 哎呀 抓司客 来人呐 别让他跑了 魏宠夫 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 你说做什么 我现在就要带你走 我跟你说过 我现在不能走 不能走 我看你跟郭琪那个傻子玩得挺开心的 怎么 舍不得呀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是杀了那个郭琪 信不信我现在就在你面前自杀 你敢 你敢 我就敢 站住 抓刺客呀 站住 别跑 抓刺客 快 别让他跑了 抓刺客呀 在那里 快 快 抓刺客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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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刺客 别跑 你在哪里啊 敏玥 站住 敏玥 站住 敏玥你在哪儿 快出来啊 抓刺客 是清儿 抓刺客 是清儿 怎么可能 清儿 清儿 一定是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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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玥 敏玥 你真的在这里 我终于找到你了 清儿 因为你现在的 我好想你啊 芈月 走 芈月 清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这是 芈月 走吧 跟我回去吧 世子很想你 他一直想见你 你不要再违背自己的心愿 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我想看着你和世子幸福地在一起 清儿 怎么回事 这么晚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办 夫人 不清楚 好像是有刺客 还喊着芈月姑娘的名字 喊芈月 是啊 糟糕 是白天的那个小丫头 快去看看 走 秦儿 原来你千里迢迢来秦国找我 就是为了成全我跟世子 你真是大错特错 用牺牲你来换取我的爱 我怎么可能会幸福 你啊 秦儿 我不回去了 我在郭家过得很好 老夫人对我也很好 而且 我觉得 芈月你在说什么啊 什么叫不回去了 你知不知道世子还在等着你呢 我告诉你 我被也会把你备回义区国的 我被也会把你备回义区国的 清儿 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回去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是因为她 她在这儿 所以我哪儿也不想去 你说什么呢芈月 你为了为丑夫哪儿都不想去 我没骗你 感情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为丑夫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鬼迷心窍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世子他多么爱你啊 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爱上我们的敌人 芈月 你太让我失望了 芈月 芈月 大晚上的这么吵 你们在干什么 老夫人 这大半夜的 老夫人 这么吵你们干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果然是你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 我 魏丑夫 我和他们有话要说 你先回去休息吧 芈月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吗 是 你怎么会被我们医生啊 我和你都走着 你自己都走着 我走着 我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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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着就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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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是我欺骗了清儿姑娘 我是怕你跟着清儿姑娘走 所以 老夫人 现在就算是你赶我走 我也不会走的 清儿姑娘 我让下人们给你收拾一间客房 你看 你大老远来的 你们姐妹情深 就在这儿住些日子再走吧 我不要 我要和敏玥住一起 老夫人 不用麻烦了 千人跟我一起住就好 好 好 我也该回去了 你们俩歇着吧 我送送你 歇了吧 老夫人慢走 好 好 这个老夫人 还要骗我 以为我这么好骗的吗 就你机灵 来吧 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 别胡思乱想了 我留下就是因为魏仇夫 魏仇夫刚从奴隶营出来 也没他安身之地了 他也不可能再回去当城主 留在郭府未尝不是很好的选择 你啊 明早睡醒了就赶紧回去吧 我可没那么容易回去 我困了 老睡了 齐儿 脱衣服啊 不脱